郭董一直覺得我 拜託我生意成功的是我台灣首富 經濟的問題對我來講 根本小兒科考不倒我的 可是問題來了 經濟這種東西考不倒你的話 那你為什麼看稿看得這麼頻繁 主席 各位優秀的候選人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郭台銘 今天是最後一場的政見發表會 我要強調奉獻的機會 相信郭台銘會帶領大家 再撞台灣經濟奇蹟 相信郭台銘 台灣一定贏 謝謝大家 你什麼都不知道 你憑什麼當大哥 把話題扯到條子身上 你XX我厲害我不清楚 但是我知道撞球場的小太妹 怎麼死的 他找人陷害我 你還敢惡人先告撞 跳伯他們兄弟不合 不如說你大哥陷害你 你大哥欺負你 他玩你的女人出賣同盟 是人都知道 你大哥玩你的女人出賣同盟 是人都知道 你看郭董第一場在高雄場的時候 有網友幫他統計過 看了246次稿 平均有2.74秒看過一次 然後到了7月3號這一場 講經濟 那郭董應該拿手 當然 他可是成功的商人 果然非常拿手 因為看稿的速度更快 看了285次 你知道 每2.52秒看一次 等一下 為什麼變成看更多 那不就像剛剛那個 我們對照的那個影片一樣 是不是這些全部都是小編寫 根本不是你寫的 所以你只好一直看 如果你自己寫的 你幹嘛看那麼頻繁 這不都你自己寫的東西嗎 自己寫的話就基本上來說 就直接講出來 所以我們就覺得很奇怪 郭董你的程度到底在哪裡 我覺得怪怪的 然後你看 郭董還一直在嗆國民黨 我本來想開放辯論會 國民黨不願意開放辯論 要辯論經濟的議題 你想想看 要辯論我根本不要看稿 所以這個不是郭台銘 這個就是被蜆蜜人 蜆蜜人附身的 這個不是真的郭台銘 這個看稿到底是誰 然後他還嗆說你問的題目太幼稚 這不是總統級的問題 都是部長級的題目 就好像小學三年級 出老師的題目 他一直說國民黨 只有小學三年級 你出題目來考我這個老師 我是覺得說我國民黨在學習 我希望國民黨要改進 我覺得真的是 你嗆人嗆得這麼厲害 可是問題是你的經濟議題 第一個看起來 好像你不是那麼熟悉 第二個我跟你講 你在經濟議題上 不斷地被朱立倫市長打你的臉 這個讓我們覺得 你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台灣一年大概有18萬個新生兒 台灣的小孩一年是生20萬 不是18萬 我們去查一下 國家公布的 去年新生兒是18萬1千多 就是20萬 那可能有兩桌 兩三萬是沒有報戶口的 去年的生肖的確是18萬多 前兩年都是21萬多 0到6歲的孩子 國家幫忙養 投措的財源不夠 那時候我也會用 我自己的財產 先拿來電資 就算三斤家財 也是在所不惜 那以你的身家 大概只能負責一年左右 剛才郭台銘董事長 跟朱立倫市長 互相指責 對方不足的地方 我個人完全都同意 我也會用 我自己的財產 先拿來電資 就算三斤家財 也是在所不惜 開空樓支票誰不會 把年輕人票騙到手再說 所以這是不是又是 把年輕人的票 先騙到手再說 這個我們就不知道 因為注意人直接批 國家養根本就是社會主義 國台銘說 林智6歲孩子國家幫忙養 台灣一年有18萬個新生代 六年108萬個 一個孩子一個月補助1萬5 他現在這次只是補助1萬5 他現在是幫忙養 不是幫你養 其實差別了 已經退回去了 排富後大概1800億 扣除目前正院 已經補貼了600億 一年還需要1200億 這1200億怎麼來 特種積極提升 投資報酬率4%增加700億 結果郭董真的是用喊的 隨便要4%你就可以獲利4% 這麼簡單 你鴻海怎麼不獲利4% 鴻海到現在還沒到200 是 夫人稅提撥500億 就可以擁有1200億的新增財源 這好像跟菜市場賣菜一樣 隨便喊一喊你就來了 鑽魚人怎麼嗆 他說財富是買不到20年的經驗 郭董你不要生氣 我講說你國家養 其實把他說清楚 台灣的小孩一年生20萬 不是18萬 0至6歲加起來是121萬多 你連數字基本計算都有問題 結果這個時候 郭董在台下麥沒有開 他還在那邊喊 我沒有生氣 可是我怎麼看你樣子 都沒這樣生氣了 可能我們的認知有問題 然後你知道他 為了要去向朱立倫 他還特別跟幕僚確認 然後上台的時候講 朱師長你真的需要 多去了解一下 我剛剛去查了一下 國家公布的去年新生兒 是18萬1千多 就是20萬可能有 2至3萬是沒有報戶口的 我是有報戶口的才有補助 沒報戶口的我不管 他的意思就是說 注意你的數據錯了 我的才是對的 對 國董你說得對 去年是18萬1千多沒錯 可是你的幕僚 沒有告訴你的事 你說的是0至6歲 所以假設明年你當總統的話 你過去5年的 是不是你都要補助 對 過去5年 我跟你講前一年20萬 21萬還有19萬都有 那一些你是不是全部都要補助 你不能只看去年而已 所以如果連算數都算不太好 我真的很難相信你的團隊 會是很優良的團隊 但是郭董講話也滿嗆的 他說國家公布這些東西 台灣現在這樣子 有2至3萬 都是沒有報戶口的 意思是什麼 我們現在是第三世界國家 我們台灣的 連戶口都查不清楚 很多人都沒報戶口 怎麼可能 每年有2萬以上的黑戶 有那麼多黑戶 你是覺得我們的護政機關人員 辦事不利是不是 那不是說護政機關都在混嗎 對 郭董一上台 要把護政機關全部打掉重來嗎 打掉重練嗎 所以他說應該要修法 抽富人稅 雖然富人定義還要再討論 但是有錢人生不帶來 死不帶去 就像我 我一週才花不到2萬塊錢 意思好省 一週 對 一週 一週花不到2萬 郭董拜託 我的天 一週花不到2萬 那意思就是說你一個月 差不多花個不到8萬 你要知道大部分的年輕人 雙薪加起來都沒8萬 人家根本連賺的錢都不到8萬 你說你一週花 一個月花不到8萬 你一週 你是不是知道很多年輕人 月薪不到3萬 那你郭董 你是看不起這些人嗎 還是怎麼樣 還是你比較會賺錢 而且誰知道 你一週說花不到2萬 我請教一下 你房子的管理費 你有沒有算進去 他的房子管理費不得了 你那個房子的管理費 我看一個月都不止2萬了 對不對 而且你也不值一棟房子 你光是每個月你發 你的管理費 你到底要付多少錢 有的管理費貴到 像豪宅地保的那種 都是4 5萬以上 那你吃一餐花多少錢 搞不好你一口牛肉 都不值2萬 這個都很難講 所以我覺得郭董 這樣去告訴人家說你很省 其實完全沒有任何意義 人民要看的 還是你真正的能力所在 昨天的國政願景發表會 照理說應該是郭台銘的主場 但是我們卻注意到一件事情 第一個 他看稿的次數 反而比這個之前的 第一次的時候 還要更為頻繁 而且看著看著稿子裡面 居然還有數字給講錯掉了 朱立倫他可是本身 是個財經的專家 他把數字裡面 都要講得很清楚 結果他還說 郭董你不要生氣 他直接這樣子講在這上面 可是郭台銘馬上就回覆說 我沒有生氣 但是當然是那麥克風沒開 所以很多人沒聽到 他講說我沒生氣 可是我們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情 郭台銘現在這個時候 他是不是因為現在 已經到了最後關頭的時候 他越來越沉不住氣 看得出來 一般人都看得出來 他看稿的次數 我們不要給他要求太高 真的 他不是政治人 他是經濟 搞經濟的 所以說他要一直看過 一直看過 這個是屬正常的 他有才來騎在那邊 颱風我覺得還滿穩健的 除了說一直看稿 一直低頭以外 他的颱風也算很穩健 他會生氣 我覺得不是沒有原因 一般人都可以了解為什麼 他說你們國民黨 很委屈我 你們國民黨 你們國民黨 他是參加國民黨的 他不要忘了 是國民黨給他獎狀 他才可以 榮譽狀 他才可以參加 自身黨員 對啊 你不忘記 你是用酒的 你真的坐用酒 他也是國民黨也有憲力 也有憲力認證 這也算憲力認證 他說0到6歲 注意聽 他不是國家養 不是他養 不夠不是要開 他怎麼散金家財 他說我先電資 我先電資 所以國家還是要還他 國家還是要還他 國家賺了錢要還給國台銘 這樣怎麼會散金家財 你不就說不夠的都開我的 這樣 不用憲 拚不憲 不才會散金家財 國家還要憲力 不知道全台灣人都欠力 所以他會生氣不是沒有原因 我跟你說 國道是很欠的人 他說過一塊一千兩萬塊的收費而已 一個月才花兩萬塊的收費 他除了投資以外 他獲利 他給你花什麼錢 香港這一兩國 你不知道要花多少 所有的公車公告 一條錢開來 夭壽 嚇死人 一次花這麼多錢 我做所有要花幾檔 你知道嗎 電視台的公告公司的 包括 嚇船單 嚇中國 國民黨 現在油資不上 幾塊 印刷還要錢 八十萬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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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分算五塊就好 十塊 十塊 花那麼多 你看 然後印刷 印刷 沒有信封 對 雙面印刷的 這段時間 你知道網路行銷 網路廣告不用花錢 要花錢 對不對 你剩下那些都不用費 要錢 對 剩下那些 跟館長應該也要 花錢 花錢還讓他鮮鮮鮮魚 我看得很精彩 所以這段時間你花太多錢 但是錢我相信他不敢 他不敢花錢就不會出來算 他最難過 他說你們國民黨 其實他是在賣那幾個權貴 那幾個人 他出來那幾個人 因為拱了他出來就不理他 是抱歉說你們這群人 他說你們國民黨 你選國民黨 你不參加簽署公約 公約是什麼 共同的約定 共同的約定 簡稱公約 你不參加共同的約定 你不照遊戲規則 你如果輸怎麼辦 你照你說不簽你就不可以策算 國民黨也是會策算 用中國國民黨這些螢幕粉絲 國民黨也沒人出來公圍 所以對他真的很理喻 很待遇 但是我覺得他身體最難過 是嗎 這個人他出來全貴 把他拖出來洗洗怎麼扑掉 他已經淘汰了 不洗也不洗了 所以說我們現在再繼續觀察 如果他初選不過的話 又是一個大變數 我感覺他沒過 連維遇歲也不為話全 我覺得這個民主流不見了 全世界他怎麼算領袖子 全世界國家的總統對決 不是都從成雄到底 所以他昨天講的話 我覺得是發自內心的一種 怨嘆 萬嘆 感覺說你們國民黨很現實 你們這群人很難做會 你們你們怎麼樣 你們 我記得你們 沒差勁你在嚇一張皮 用中國國民黨 你還沒人國民黨 人國民黨 所以那張皮夾開錢 夾廟的 但有話 我們注意到 現在這個時候 郭董他昨天的表現 當然自有評斷 可是我們看到郭董的 講到裡面的內容 他有提到說 你們出的這個題目 不是總統等級的問題 像是部長級的題目 就像小學三年級出老師的題目 我覺得國民黨要學習 我也希望國民黨要改進 他都講到你們國民黨 郭董他不是明明是 國民黨的黨員嗎 難不成國民黨現在 已經被郭董給併購下來 所以國民黨裡面的人 都得聽他的 我們現在講到郭董 他有四大症狀出來 第一大症狀是焦慮 他所謂的焦慮 因為他拿不到 燃營過半數的選票 就是國民黨自己黨內 跟他大數據所分析的結果 他拿不到燃營過半的選票 這個是產生的焦慮 第二個 他很生氣 他氣的那是什麼 我郭董出來 怎麼沒有捲起一陣一陣颱風 不是舞台上的風度 我講是氣候的颱風 就是說我這個氣旋 為什麼升不上來 那氣旋升不上來 就是你國民黨搞的 第三個就是郭董的霸氣 不是提出霸點嗎 他的霸氣 他的霸氣 他顯示出了一個 只有我能夠救國民黨 你國民黨反而是我的累贅 所以他的霸氣真正來講 他是要告訴國民黨 我才有霸氣 你國民黨你算什麼 現在你們所有的費用 都是用我郭董的 第四個 各位通通都沒有想到 叫財氣 郭台銘他曾經講過 曾經 那個是過去很久以前 他說你看 國民黨所有總統候選人 用的都是國民黨的錢 沒有用自己的一毛錢 那換句話說從連戰 從宋楚 連戰到馬英九 甚至於吳敦義等 你們這些黨主席 如果你們真的要出來選 你們都不花自己的錢 都花國民黨的錢 你把國民黨搞成這樣子 只有我郭台銘 是不花你國民黨的錢 我們看著這個郭董 他在那邊說到 我一個禮拜花的錢不到2萬塊錢 如果以這樣算的話 2萬乘上這個4個禮拜的話 那等於一個月 就大概花在8萬塊錢 可是我們想想看 郭董住的可是豪宅 一個月管理費 可能都已經3萬到5萬了 郭董有專機 他的專機可是一起飛落地 加起來這個落地費 可是加起來幾十萬在起跳 那這樣看起來 郭董說他等於一個月 花不到8萬 豈不是這時候 把我們所有的庶民百姓們 當作這個是搞不清楚狀況 整天在侮辱我們 我要相信 8萬我要相信 可能米金 米金8萬 你說這是北京 可能米金8萬 他這個真的比較嫁 如果他說的這是真的 如果這種人沒賺錢 你台灣所付 你賺多少錢 你自己就不會犒賞自己 連犒賞自己都不會 你告訴我你一月一百萬 一禮拜花兩萬 一人沒什麼嫁 現言沒什麼嫁 來 你也沒伴的朋友 你不都吃人的 今天我常常滾 說阿爸一天 蘇民過去都領了3千多塊 6萬人金 我現在像節目 有拿一些通告費 我朋友開的 不然這樣開了 對不對 你過重的你沒伴的朋友 或是你出門都吃人的 對不對 好 說真的 如果是嫁 你一個大企業 跟你大傢伙 大傢伙 大傢伙 收負 你如果說這種 比較有什麼意義 比較有什麼意義 大家也知道 我會記得 我會記得 不知道是嗎 不是我會記得 早就不知道要帶什麼 流星 什麼流星 什麼人 什麼人 有這段故事嗎 我不會記得 像外面有在團 我不知道什麼人 當然 我等到十分 他就說什麼 你怎麼知道 他說官台什麼人 下一個人 就都做對了 就說下一個人 什麼意思 10萬 下一個人 變100萬 1萬 下一個人 變10萬 所以這個人 你現在要選總統 不能標榜這個 國民黨中央 很清楚 要人死 就要人出來選記 你下錢 你就說對人去背 你剛剛登台 你現在看 你今天很明顯 聽說 沒有我不知道 你感到你 因為我的位置 這樣 你覺得 你得沒有 有一個人 有女的 影像